每個人的修行都是自己做的 一定要靠自己 佛陀不能代理修行 一定要自己去修行 有些人生活很糟糕 也害了很多人 那都是他的業 那是他的問題 但如果我們因為他這種問題 而產生一種親心 反而是自己更加做業 那倒不如放下 這是他的生命 他自己負責 我自己做好自己 可否這樣看 如果你說要放下 有時候不是那麼容易 是很難的 但要提醒自己 那個智慧的我 就和自己貪親癡的我 要鬥法 我這樣想 我這樣想 就是 始終 譬如 就這個小朋友 他爸爸 對自己不好 對他太太不好 什麼 這個始終都是他的業障 如果自己做 因為這樣做不好自己 而反而因為這種仇恨 而做出一些傻事出來 變成我自己做不好自己 反而不美 我們先回到先頭的話題 如果你說要應對三世怨對 佛經教我們說是 怨親平等 怨親平等 即是說 你來自一些前世的 或者是上一輩 帶給你一些痛苦 煩惱 我們是應該要用這個 很樂意去還債 去報恩 這樣的心態去面對 其實我們所說的怨對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相處的時候 大家是有些不滿 嫌棄 懷疑 妒忌等等的責望引起 這些人事關係 如果要改善 我們在佛經講 叫我們先要自靜 即是先要去檢討自己 改善自己 如果你說是舊的恨 我們就要除完消舊業 再不作新秧 我們佛教徒經常這樣說 新的就是要慈悲 包容 忍養 道理說出來 每個人都明白 做起來真的很難 做起來真的很難 放不下 放不下 還有有時你 有心去做 對方未必是 諒解你的 他諒解不諒解他的事 我真的這麼說 但你的怨對用還存在著 我覺得是需要一個很大的 願心 很大的忍耐力才能做到 我同意 其實一般人來說 真的很難做得到 但我經常提醒自己 始終有些事是自己管得到的 就是自己做 我管不到那些事 我煩也沒用 譬如他怎樣生活 怎樣墮下去 我也沒辦法 我盡量幫他 他也不自覺 有些人的生命 命運很坎坷 我說一個 又是真人真事 有一個居士 叫做阿玲 她很小 還未夠兩歲 她的父母分開 她的父母分開之後 各自有家庭 阿玲很小 已經在不同的親戚寄養 轉過很多寄養家庭 她在七、八歲的時候 她記得她小時候的父母 都偶爾來看她 她在七、八歲的時候 她父母的家庭 就移民到別處 自此沒有聯絡 不知生不知死 她媽媽就是 新的家庭有幾個小孩 生活也挺困難的 她媽媽有給她的生活費 你想想 一個小孩在這種情況下 學業一定是無心向學的 學校又投訴 她媽媽也沒有時間理會她 她和寄養家庭的關係不好 直到她上了中學 又認識了一些不好的朋友 在她十三、四歲 便離家出走 她所謂的離家出走 是跟她媽媽斷了來往 跟她所有的親人 完全沒有來往 找不到她 家人找不到她 在那段時間她也學壞了 進了女童院 又經過幾段感情的破裂 直到她二十幾三十歲 她安定下來 她結婚 生小孩 她回望她之前的十幾年 她後悔 她知道自己做錯了 她很想找回她的父母 爸爸便找不到 她便找回她媽媽 她媽媽當然也很內疚 十幾年沒有見過女兒 她們大家又出來喝茶吃飯 但每一次見面都是不歡而散的 舊事重提 又是用回以前的語氣、態度 每一次見過 阿玲的情緒很受波動 很不開心 對她父母的怨恨還反而深 又不見了 又遇事者又不見了 不見了 電話又不聯絡 搬屋又不通知對方 沒有聯絡的 沒有訊息 直到阿玲差不多四十歲的時候 即是又過了十幾年 阿玲學佛了 學了佛之後 她便知道很多事情都不是她這一生 她的遭遇也未必是這一生 父母也有前因後果 她當時很想懺悔 很想懺悔 最後她又再找回她媽媽 找回她媽媽的時候 她媽媽有病 癌症 找回她媽媽的時候 她便覺得她媽媽的性情 變得很固執 很不可理喻 很盲塞 又是相處不到 相處不到 她便很氣淚 阿玲當時已經是佛教徒 很氣淚 她經常說 我和我媽媽的因緣是否這麼差 我們想解冤色結 是否做不到這一生 那時候我就認識她 我就開解她 我說 其實你是否要轉個心態和媽媽相處 你對媽媽的怨症 你是沒有放下 雖然你說很想懺悔 我說你應該有一個感恩的心 和你媽媽相處 阿玲一聽到感恩 很大反應 她說 沒錯 她是生了我出來 但她沒有盡到媽媽的責任 我為何要感恩她 她有這麼大的反應 我便跟她說 其實你不應該這麼想 我說 當時你媽媽應該有身不由己的苦衷 她可能有很多各方面的問題 但她沒有放棄你 她繼續支付你的生活費 是 你的同年 你的青少年 是覺得不好 荒廢了你的學業 但是 沒有以前的經歷 磨練 人生的成長 你現在不懂得珍惜你現在 你不懂得珍惜你現在的家庭 你也沒有這個經驗去教你的下一代 我說 其實感恩不是對你好才會感恩 我感恩就是要你感恩你生命中每一個出現過的人 好又要感恩 不好又要感恩 你感恩 你才會真正成長 去珍惜你後面的生活 後期阿玲也聽我勸 她就去改了心態跟她媽媽相處 跟她媽媽相處 又很主動陪她媽媽看醫生 她媽媽發脾氣 她又不搏嘴 又不說回以前的事情 她們兩個的關係就慢慢慢慢好 她媽媽後期都歸醫了 也很感恩可以在這一生去解怨色潔 其實是很難的 是很難 因為你要自己要醒覺 要醒覺到 有時未到那個刻 恩怨未熟 那些事情不能夠勉強發生 例如你說解怨色潔 也要有一個時間 有一個經歷之後 有一個遠歷 有一個很大的隱讓 所以我經常說 如果你這生有一個好的家庭 你和你的眷屬身體健康 關係融合 你真的要感恩 不只感恩 你還要知恩報恩 所以選擇快樂 即是甚麼呢 即是學佛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其實感恩都是慈悲心的體驗 我們佛門有句說話 法力不思議 慈悲無障礙 我記得曾一 奧行經又說 慈悲有不可思議的功德 若人人能以慈悲相待 則眾生安樂 很多事情都是你自己的心 自己的心 我們佛教說 萬法為心 是嗎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